各位好,我是Alan,欢迎收听可能是全宇宙最实用,最有趣,最调皮的早安英文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杰克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今天推荐的歌曲来自于了不起的Sean Manners 这位98年出生的加拿大小鲜肉实在是不容小觑啊 他的第一张专辑就空降Billboard专辑棒冠军 作品呢虽然不多,毕竟人家年纪小嘛 身为乡村创作歌手的他已被美美Taylor Swift火速加入后宫团 担任北美巡演的演唱嘉宾 好了,话不多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 久后创作的歌曲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感觉呢 哎呀,真是吓人啊 98年的他们已经气势汹汹的冲过来了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歌Stitches的歌词 I thought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我认为呢我以前也受过伤 注意到这个词hurt卷舌头hurt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at sore 好,但是没有人曾经让我这么心碎 在这里呢quite是非常的意思 sore是痛处或者说伤口 your words 你的语言啊比刀子更加的锋利 伤我伤得更加的深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好,我现在需要人给我来做人呼吸 把我,让我活过来 重新获得生命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感觉我现在有种感觉 感觉我会掉入到无底的一个深渊 特别特别深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就说但是我觉得我知道 我一定会活过来的 alive呢是一个形容词 它讲的是活着的活泼的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如果我quit叫做放弃 我不再叫你我的爱人 my lover move on向前看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ut onto my knees 你看着我流血 我看着我不能再呼吸 发抖 然后跪倒在地上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你的吻相伴了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我需要恢复我需要缝合我的伤口 Tripping over myself Aking 在这里呢 这个trip呢 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意思是旅行 take a trip 来做一次旅游 去某个地方 但是作为动词用呢 它是绊倒的意思 Tripping over myself Aking 就说我把自己绊倒了 很疼 begging you to come help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我把自己绊倒了 然后请求你 痛苦的求你来帮我 但是你没有 然后我现在没有你的吻相伴了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我需要缝合我的伤口 我需要恢复 Just like a moth Joint your flame 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Moth 是鹅子的意思 Joint your flame Flame是火焰 Are you lure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Lure Lure的意思是这个引诱 诱惑 Lure me in Lured me in 把我勾引进来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Sense 感觉出来 感知到这个痛苦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就是说 你太 你冷血腥肠 就无法 很难接近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很多的抱怨 是吧 还是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好 在这里呢 这个reap是收割收获 这个soul呢 它的意思是播种 就是说 我要把我的这个爱 给收回来 我不再爱你了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see red的意思是发怒 就是说 我把这个怒气 都留给我自己 你看不到 我不想让你看到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我知道我现在 越陷越深 但是我知道我 一定会 生还的 我一定会 活过来的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needle and the thread 如果我不再叫你 我的爱人 向前看 一针又一线的 将自己缝合 Gonn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然后使你 从我的脑子里出去 Gonna的意思是 必须 OK 它是have got to 的一个缩写 needle and the thread Gonna wind up dead Wind的意思是 卷起 或者说结束 Gonna呢 是going to的 一个缩写 那么就是going to wind up dead 就说 使这个死亡 结束 那又重生了 这就是这样一首歌 就是98年的男生 会创作这样的一首歌 但是你从他承受 生意 其实你不是特别 能辨别出来 但是你能够感觉出 其实他的感情经历 不可能那么丰富 无非是为了 为父心词 强作筹罢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算是一首好听的歌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 不错的英文表达方式 我想很多时候 他们 你可以把它叫做singer 你也可以把它们 称之为entertainer 只要你听了歌开心 不用去追寻太多的意义 开心就好 不是吗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 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 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 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 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 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了拜拜 我是Alo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